歡迎各位最近參加臺北市政府舉辦的 臺北捷運環狀線、北環鑽及南環鑽捷運工程標案 招商及延政平台公民會 首先我們請總副市長致詞 延政局局長 臺北基建市長、市長、市長、國安局 以及專心各位捷運工程 好,我們給大家的答案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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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捷運在這些 到目前為止還是被林列有提供 這代表說 在第一裡面有代表 你第一個我們是公平不夠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的服務不夠 那到目前為止 你先服務一樣 反應之外的這個旅客 到目前為止的 馬力度大概超過百分之久很大 百分之久很大 那代表說這個我們的 在台北市的交通貢獻 綠色運輸 尤其是在整個服務的品質上面 尤其是在整個服務的品質上面 尤其是在整個服務的品質上 尤其是在整個服務執行的 我們總共有131個車站 所以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還是為了疫情的服務 包括各項的規定和防疫的措施 學院公司就有規矩 那萬年是強勢在組織 然後進武的服務要養取溫柔 所以是要中央以及政府的規定 就是要辦 那我們目前為止在建工程 換大建 然後又新一新中原設在建 那個 最近還完工的環狀縣的七一接算工程 那接下來我們有南北斷 環狀縣跟北斷 然後總共可以只能一個 所租的環狀縣一共有49.2公里 大概是60公里 50公里左右 那總共還要設立42個車站 那跨業 裝備的只是個停車區 然後有150公里 只是個消費的車站 那這樣的話就代表說 我們台北市本來的這個 這個路主是一種 古色狀 那經過我們這個南環協欄 然後把光環帽 繞起來一圈的以後 所以我們可以節省很多屢次 屢次的平間 就是說可能我們要做很遠再到位了 那因為我們的環狀縣南環協 然後這個地域中文線 接合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增加64個 整個轉目的結點 那這樣的話對交通不非常方便 我想今天 大概這個聯聖警察 是這個台北市政府 是車主要上台之後 獨特方便 目的是怎樣 公開討論 所以我來 我可能在三公五七兩四年期間 我就開始提要 這個聯聖警察 目的是怎樣 不要說其他這個位是你所過病的 有的人說這個議員要名單 這個外界人 因為這個最有力北標的這種 行程階段裡面產生地狀 所以我們當時在公務局的時候 就不用我們掌控者 這個議員找你去沒有關係 他講什麼話你回來就用紀錄 然後去寫什麼號號這樣 就避免這個因為民意代表 或者其他的外界的干預 這個工程造成外界 認為有不公開不透明的地方 也因為這樣 我曾經在對亞洲的透明組織 去做一次這個專輯的 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想亞洲的透明組織裡面 對台北市政府這個做法 是非常肯定的 今天特別是我們請林建主 林建主 也請我們台北的主任檢察官 這個張主任檢察官 目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 接下來我們馬上要超標的工程 透過這個連政警察 就是我們的工程是透明的 不會寫包當中 我投標的時候是不公平 或者有特性廠商的限制 就是完全在公開透明的下 依照你的技術能力 然後公平的得到你應該得到工程的 得標的情況 所以 更歡迎各位在座的這些廠商 我想這些廠商 就是在我們做過我們協議系統 就是軌廠工程 基建工程或是主建工程 都有相當優越的表現 我昨天還曾經 在公務局在參觀這個 這個大陸工程 我做了一個工地的時候 我特地去跟我們工程人員講說 台北捷運公司 每一件工程要去拿 全國不在此 因此講幾乎沒有漏檢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機會 在聯政的平台上 各位越來掌聲的 這個工程意識上 能夠公平健身 使我們台北捷運 以後會更 做得解釋更好 然後服務得更好 然後這個外界的這個 發光速度不對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法務部聯政 政府 政署長林堅致此 同日 還有我們聯工程序 他就說 他有說 他有說 他用賽事的櫃 建議給大家 幫忙參加 聯政的平台 的確是一個 防災的一個非常重要性的機制 讓我們聯政的平台 可以回供這個 在國際上 辦中大培訓的時候 我們能夠製作 那我想 我們公共人 也最擔心的是 在 不怕 重大的台北公司 有能量力 所以 我們要搬去的 必要 才是一般人提高的 要 可能有些不大 很難 這也是影響到 還有一個 工程的一個 採購的 設計的機場 所以 我們都要兼職去 或者做 或者是 等等 這個我想 這是我辦 來的 採購公司 的最擔心 那我們要 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只有 一個 機關採購的 這個 一個制度 這個推動 那保護呢 是在 100年5年 所以我們 另外一個 機關採購 我們才能做實施的計畫 那就要透過 我們連這裡的機器 在這個機關 建議中 才能做 才能做 這個 能夠 接觸 這個合作 這環遊動作 不是只有 我們機關自己的 自己來辦 我們是要結合 我們連這機關 結合 審計單位 結合 我們 檢查機關 還結合 我們 大家可以的議題 我們才定 開會的 方式 把一些東西 全部 在這個地方 才能做出 就像我們 他都講的 這是一個公民公民 所以我們是一個 發育合作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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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公司 我們這個行政公司 也有在我們 這個 機關網頁上的 專須裡面 可以讓我們 網路可以 公司 來做這個 教育的建築 我想這個可以讓我們 整個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這個 機制呢 能夠跟我們運作嗎 我想 台北市 我非常前面開的是 這個是一個 有一個 憲政平台 他學過 推動憲政平台 大概 絕對是 不是第一 絕對是第二 我想在各界的 絕對是第一 所以讓我們 在透過這個 監督 能夠想做到 非常優良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 讓我們 零件的一個 直到這個 商 能夠在這個 平台的機制 的運作呢 能夠做到 也不會做到 一切不當的 能夠把你的專頁 把你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我們就在這個 做一個 一個 我想 我們最大一個人家 就是讓這個 工程 能夠 完成 讓市民 享受到 非常優秀的 一個 公共建設 的一個 措施 剛才 故事官想說 我們台北市 我們捷運 是全世界 比你的 我想推我們 我們最棒次 我們 連勝機關組 可以來 協助這個機關 來推動 希望我們今天的 一個 這個 公民會 如果 免賣 可以慢慢 最重要是 就是一個 一個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一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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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請台北地方檢察局 張主任檢察官 字咬 致辭 同副市長、創局長、全身組政府長、曾鋒柱委員處長 各位廠商代表還有原工程局的各位同盟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現在這個時候,全世界有主目的活動 第一個活動就是遠在美國的總統群群變弱 第二個活動發生在臺北市政府 不是樓下一個成長活動 所以我們現在臺北捷運環狀縣的工程標案 高當期延正民臺的郭明貴 那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風風其盛 那其實我們這個郭明貴、延正民臺的設置 其實主要是建立讓這個民眾、廠商、公務員 還有相關的政府機關 尤其是連政府跟給他機關 有一個年系跟溝通的一個管道 那這個平台設置了以後 我個人認為它可以至少達到三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反派 因為我們透過所有的資訊公開 那招商的程序公警公正公開 可以確保公務員 依法的來執行職務 那減少公務員的這個所謂或攀主的機會 那第二個是防疫 那在我們受全民監督的情況下 我想廠商比較不容易 用不正的一個方式來投標 或者是投工檢要的方式來施作 那這樣可以讓我們這個工程順利的務成 第三個是保護 其實大部分的公務員 都是兢兢業業認真的在工作 廠商我相信也是 大家都是願意遵循的法院來投標 來施作 那因為我們這個工程它的這個 標案它的這個 非常的糟 難免會引起外界的一個企業 所以很容易 可能會有些人就用一些 強暴協迫的一個手段 來干擾我們的公務員或是廠商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的設置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保護 保護合法來規定非法 當我們的公務員或是廠商 受到外界任何的違法的干擾 可以透過我們這個平台來尋求保護 我們一定會盡力來幫大家排除這些干擾 簡而言之 我們這個平台的設施 就像剛剛廠商所說的 我們是話語結合了各個地方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排除所有的干擾 來共同心理 那也凝聚大家 反安房地的一個共識 讓我們這一個結運工程 能夠順利的 足齊的高領執的轉動 也讓我們所有的國人 可以享受一個快速又便捷的一個 綠色交通運輸工具 謝謝大家 為了感謝中央政組長 以及張篤仁檢察官的協助與指導 彭副市長邀請兩位合影酒鍊 並請政公署陳組長 與檢驗局當局長配合 請同仁引導最近次合影位置 讓我們先去祝今天的終影會 圓滿成功 請各位貝勵問我們幾個讚 謝謝貝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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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請台北市政府電影公認局當局長做嚴正平台的說明 我們要做嚴正平台的一個重要性,為什麼我們要成立嚴正平台? 我這邊也在做一個重要的一個說服 那麼確實 中間在辦理照標指標案 尤其是重大公司的標案 多少都會因為怕到被質疑不利訪判 或是擔心與他與約真意的背道 或者是有不在外意的協力 因此不敢勇於認識 造成行政局的失落 事實上我們也已經在兩三年級在辦理 所謂的臺北資產政局 虛萬虛萬的國際開發案 就可以撐到這一次的情緒 當時是因為雙主命案 我們次的招商失敗 那謀文的調查還被外界 這造成我們謀文很怕的一個情緒 那麼這個案子這個計劃 是國家重大的建設 也不能起 所以我們就去拜會了林鄭 那也能組長這邊的支持 同意 被控台北地檢署的 我們一起來攜手 那麼建立一個民政平台的機制 協助我們檢視 一些相關的風險 那麼讓捷運的同仁都安心做事 所以雙子金案也就 在去年的12月17號順利的遭標簽約 那這個標案呢非常的強大 總投資金額大概是六百零六億 那麼 我們租金完成以後可以 創造1.6億的 1.6萬個工作機會 還有上千個 光我們台北市任務未來年 你的租金就可以收到大點 還有地價稅 特別六億 因為這個程中 所以特市長特別要求 所有相關重大功能 100億以上 應該要成立的 那麼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 因為這個程中的經驗 我們歸納出 大概有三個重點 讓各位廠商代表了解 第一個我們就是 被設置 透明專區 全程中開通 當時我們 依照林鄭平台的運作方式呢 我們在選一選的網頁 設置透明專區 將各項的規劃條件 高標機制 會議結論的 辦理的過程都 全部公開 那麼達成 我們市長要求的 公開透明的原則 或是我們也設立一個 公民參與的 溝通平台專區 那麼親親自民的需求 可以想一碗 那第二點就是跟地主 投資班跟利害關係人 充分的溝通 那麼我們也辦理多次的 招商收錄會 跟地主的作談會 那麼讓他們了解這個規劃的內容 那 化主 主力為助力 第三個就是地球公平的 契約跟評審的機制 那我們也將相關的 招標規範跟區的文件 我們訂定 這個公平合理的條款 那麼 這些都是我們 連這平台成功的一個經驗 因此我們在南北灣呢 也就 依照這個成功的經驗呢 繼續辦 我們看下去 那麼這個案子我們已經結合 台北市政府 鄭鋒署 台北市監署 華爾庫年政署 已經成立聯政平台 那麼 這個 聯繫作動機制 已經建立完整 那麼我們也今天特別感謝 署長 還有 地監署的 雙手檢查官來 運營被打 那麼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機制呢 我們希望 能夠 讓工人員安心 執行政務 能夠維護 廠商合有權益 從此民眾也獲得到優質的公共建設 那麼 目前呢 我們在我們區的官網 已經成立了 民政平台專區 我們將相關的資訊 已經公開 公開的檢驗 未來我們會 隨著案件的進行 持續公開相關的資料 註解 相授業的治理 那麼 公平公正 公開的完成這項作業 那麼 這個相關的廠商 與同 能夠 這個 完成這樣子的一個 重大的建設 以上的報告 謝謝大家 請您表達 接著由 台北市建立工程局 就台北基因環莊縣 北環斷 宜蘭環斷 建立工程交案 做了公 副市長 各位黨官 以及工程界 最優秀的工作火災 各位貴賓 早安 聯運工程局 黃志佳報告 我將就台北 環莊縣 北環斷 宜蘭環斷 聯運工程的交案 做說明 我想在介紹南北環工程交案內容之前 先就上月計劃 總督環莊縣 做簡單的說明 總督環莊縣是本府全力推動的重大回召交通界線的計劃 它是由環莊縣 第一階段 南北環路 以及 東環三個計劃形成 網路 其中 環斷線第一階段 它的路線 約15.4公里 這14座車站 一處居場 南北環段的路線 約2.66公里 這18座車站 一處居場 東環段路線約13.2公里 這10座車 居下車站 一處居場 整個全環的路線 長達49.26公里 有12座車站 其中12座車站 是轉移站 跟16條路線連接 那我們的基建系統 我們目前是採用 以環罩線第一階段的系統 相容的鋼紋鋼紋 無人家 東環段系統 目前總督環罩線辦理現況 公立下 環罩線第一階段的部分 我們在109月1月31號 以及紅車眼鏡 它可以和中山基電線 中和新宇線 阮南線 及桃園國際機場 原因來轉秤 在南北環部分 我們土建工程的西部設計 最後的速度 達90% 土建工程各標 我們預定 從110年1月 陸續公告招標 希望在明年中 可以開工 基建工程標 預定在今年109年的10月 公告招標 在中環段的部分 可明性研究 在109月2月14日 已經奉行任務合併 目前我們正在意 綜合規劃及環局 等相關作業 基本設計 我們已經在今年7月提前起動 接著說明 南北環路建基 土建工程蓋要 南北環路路建範圍 涵蓋了台北市的 自民區 中單區 文單區 新北市的 青莊 武股 山崇 民州 清田區 其中南環段 長5.73公里 設6座車載 北環段 長14.93公里 設12座車載 一處 南北環主建工程 我們身為6個 區段標的 在南環的部分 一個區段標 北環的部分 我們用一個區段標 我先說明南環段的工程 南環段的路線 從木大風園 採地大方式 沿新光路 南轉 穿越山區 接秀如路 二轉 京正式大學 穿越平美期後 在平津 穆新路 秀如一段 接木大路 再穿越平美期 沿遠東工業區 航至防汛道路 西行 民泉路 五次環狀線 一階段 大屏幕 Y6站的中客 來鮮接 整個南環段 我們採用一個 主線續段標 CF670標的方式 來辦理 CF670標的工程範圍 路線 全部有 5.73公里 包括 Y01 YEA Y2A Y03 Y04 Y05 總共有6座地下車載 6段前部的最道 這邊的平面圖 跟地面圖 請未必能參考 這次的簡報資料 我們下午 就會把工 照在我們官網上的 嚴正平台 這個上面 藉此我們範圍 最重要的 能夠越來 跟參考 接著報告 北環 新北自區段的工程 他的路線 是 咸尖環道線 接在Y19 新北財樂園區段 自五虎人武公路 高架省 地下的方式 沿湖泉路 高速公路南側 四位路 如周自賢路 一直過紅樓橋 這個路段 我們採取三個五件區段標的方式 辦理 分別是 CF680A CF680B 以及 CF680C CF680A區段標全場 3.32公里 包含 高架島 出骨鑽 三座地下車站 以及 兩段前 兩段前 最高 CF680C區段標全場 3.19公里 包含 三座地下車站 一段中央地車站 三段前 最高 CF680C區段標 四個機場標 它的面積 5.8公里 工程內有 一座 一家機場 另外 一段 三公里長的 一六英電力電線 管道 一面圖跟一面圖 同樣都請退路 再來介紹 北環段的 台北市區段的工程 這個路段 它是由 洪陽橋 經四名設的 中正路 四站路 至大直北岸路南側 與建南路站 前接中環段 而且 和建南路站 交配 團成 在這個路段等於 台兩個 土建區段標的方式 代理分別 CF690A標 和CF690C標 其中 CF690A 它的全場 4.15公里 包含 四座地下車站 兩個 逃生柱 一座中央地車軌 有五段前任隧道 CF690A區段標 全場 4.20公里 包含 兩座地下車站 一座圍圍 三段前任隧道 其中有一段前任隧道 穿越文堅三的長隧道 體面地面圖 同樣準備 參考 接著 介紹六個主建區段標的 高標基本資訊 首先是南環段 CF670 它的路線長度 5.7公里 預估風塵費用 總額 159億 其中 土建 130 水環 23億 電梯電腹梯 60億 它的供給是採日曆天來計算 從開工到蠻工 2520分的日曆 我們預定供到高標的日期 是110年的一元 這也是我們第一個會高標的 區段標 那在北三段 新北四段的部分 680A標 它的路線 是3.3公里 預估工程費用 總額 90億 其中 土建 80億 水環 10億 恭喜 也是日曆 2557個日曆 預估工程費用總額 九個日曆 預估工程費用總額 9個日曆 土建部分 占741 所以它 屬本占8億 另外它還有全線電汽電子 8億 全線的DNS 兩億 恭喜部分 它是2313億 預定供到達1.3億 它是最往前 可以預定供到達110億 110億 5億 那接著講 還可以提升 690A的部分 路線長度 4.1多億 預估工程費的總額 140億 土建的部分在120億 水環的部分在16億 恭喜 2557個日曆 預定供到達110億 三億 六的文綠標 付建長度 4.2多億 預估工程費用總額 83億 土建 765億 水環再7億 恭喜 2467個日曆 預定供到達110億 三億 我們的招交方式都是公開招交 我們絕標有格 全部財最有必要的絕標 再來報告廠商資格的匯分 我們廠商資格主要是財力跟實機兩部分 那實機的部分 我們又分為一般實機 專業實機 我中文以下 在實機的部分 在財力的部分 第一 直到資本不低於預算金額的十分之 第二 經快速簽證 稅務不延的財報 權益不低於預算金額12億 流動資產 不低於流動資產 總負債金額 只操作權益的4倍 在實機的部分 藍環段的 TF670標 必須要有 一般實機 單次 契約完工結算金額 不低於64億 累計7月完工結算金額 不低於159億 這兩個 合一 在專業實機部分 藍環段的670標必須要有 內循4.5米上 潛鎮隧道 長度不低於 2000公尺的實機 另外要具備有 軌道運輸系統 地下車站的實機 在北環段的部分 新北市段的680A 它的一般實機要求是 單次金額 不低於36億 累計金額不低於90億 專業實機部分 要有1600公尺以上的 潛鎮隧道長度 以及 軌道運輸系統 地下車站的實機 另外它還有 額外的要求 因為它是很高價炒要低價 所以我們有 有一個要求是 高價炒270億 在 6801的部分 一般實機 單次金額 43億 累計金額 108億 所以 要有2000 你的 前陣稅道長度 以及軌道運輸系統 地下車站的實機 在6801機場標的部分 一般實機 單次金額 37億 累計金額 92億 它要有 軌道 專業實機 要有軌道運輸系統 的機場 或地下車站的實機 海北市專的690A 單次企業金額 56億 累計企業金額 140億 專業實機要有 1400米 全震稅道 以及軌道運輸系統 地下車站的實機 6901 單次金額 33億 累計金額 83億 要有1450公尺 全震稅道程度 以及 軌道運輸系統 地下車站的實機 接著報導 本區參考過去 檢驗陸縣 施工程遭遇困難的經驗 就本次 已將進入 施工間的南美環 工程建設 所進行的 精進的作為 第一 我們提前完成 第一次計劃變成 即用力取得 來降低 電池的工程 我想說 最近都非常清楚 我們用力 是否能夠進入取得 是我們建立工程 是否能夠進入進行的 關鍵儀素 所以這次推動南美環工程 我們在用力取得 相關作業 我們提前辦理 台北支辭區的部分 我們都市計劃變成 在108年8月31號 就已經發佈指揮了 我們現在正在辦理用力取得作業 我們預定 在110年6月 可以順利配合 施工執程 陸續來交付任用力 那在新北支辭區的部分 Y91的 初次計劃變成 已經在109年7月31號來發佈指揮了 有一些拋出原工展範圍的部分 110年8月31號重新工展結束 沒有人成的理解 我們在109年 今年8月31號 已經報警會接觸合併 合併後 我們就立刻公道指揮 那初次計劃發佈指揮之後 我們會立即 做用力取得作業 配合資工的指程 來陸續交付任用 這次計劃發佈指揮 我們第二項 經濟作為 是我們 啟動的掀起工程 來加速工程的推動 那捷運工程開工 部分管線跟機制的工作 一定是第一個工作 那這也通常都是要求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做的部分 掀起工程的推動 希望能夠降低這個 藥金的影響 那我們第一個開工的是 在今年7月31號 我們有一個動工是 捷運環狀縣北環段 Y28站範圍 污水管永遷 遷旗工程 我們在今年9月25號開工的是 環狀縣台北市區段的 食災移植遷旗工程 那我們在9月29號 昨天有一個決標 的一個遷旗工程是 環狀縣北環段 新北市 區段 食災移植遷旗工程 那另外我們還預定在10月25號 有一個開工的是 環狀縣南環段 除水管 遷旗工程 遷旗工程 我們第三 上次 這個經濟作為是 我們簡化 重整程序 遷旗工程的 遷旗工程的規模浩大 所以遷旗工程非常多 常常會造成 一些時間上的 影響 譬如說我們的具體做法是 第一 我們在三天之內要先 確認文件 遷旗工程的遷旗工程 第二 我們要求一次提出 檢查意見 避免新增檢查意見 第三 當我們發現意見有空主時 我們會 提招會來 審核 這樣子可以減少 檢查意見空主造成有空 那另外我們要減少 檢查的感次 我們原則 兩次 為一則 那我們對於 通案性的計劃 我會制定的標準的版本 我們一次動審 一起試用 來達成審查文件的減量 那另外 在我們會依文件的類別 由不同的單位來依存 做適當的分工 可以同步慶勤做在檢查的時間 那我們相應上次這個作為 我們預估可以減省 三日之一的重視比別 這有利於工程生意進行 而且可以減到廠商的一些管理的成本 另外我們在西部設施階段 我們針對資工的方式 做了很多的檢討 我們也採取了一些精進的作為 我們需要能夠達到 縮短工程 降低廠商成等 提高資工的安全性 特別需要我們 我們的機密作為 也不是這樣 我大概簡單的報告一下 一 我們將房子 避納入結構模型生 減少特效的壓縮採生的彎曲 來減少配信量 增進工程 減少能力成等 第二 我們用實測 減力波速 換算強制變位量 這樣子可以強制變位量減少 同樣可以減少配信量 增進工程 減少人力成等 第三 我們在破挖區 站里間連續地 開挖面 我們上方踩空打 像我們營區敲除 額外的營區地 都可以多點攻擊 而且我們可以靜免 連續地敲除的時候 還真的噪音也震動 來找營 第四 我們在車站地板 改踩一張火名土來降低成等 第五 我們透過檢測 本土溫度的硬力 我們增加聚基火名土結塊的長度 這樣可以多點攻擊 這就講 在潛震部分 我們精簡潛震環電的配置 來節省成等 那 第七我們檢討潛震聯絡的護照 來檢討高風險 高風險的攻向 那另外我們用玉壘莊 或BGP結合外操船 保護 工地 延續地空打良力 來縮轉延續地 超速的攻擊 減少能力的成等 我們採用軟一尾的連續地 可縮轉單元製作的時間 提升和連續 五單元可以減少 對比回程度 接種等等 在公主單元 我們皆要求 包含繁固 可減少 周潮攀口的連續地包圍 來提升和整形 那另外我們採用定的模型 整合結構 及各短線系統 避免充斥 經典充斥 及人力等等 在川塘層 液台層 公共區 造物水路 摩採電燃架 加貼紙施工 貼紙造物的管線施工 較為簡易 迅速 經典工期 及人力等等 在地方缺少 走到我們採用共同的管工 將於管線施工會 較為簡易迅速 可經典工期及人力等等 最後 在建築雙修的部分 我們要求 標準化 規格化 將於可以減少 裝修材料的種類 以外無等的尺寸 避免疫情加工 來多短工期 及採用的尺寸 接著為各位貴賓報告 南北環基電系統的一個工程 蓋料 我們走路環道線基電系統 等三個階段以外 第一個階段就是 已經通車的環道線一起工程 第二個階段是我們目前 辦理的南北環基電標 第三個階段 中環段 是第二個階段 基電標的後續擴充 在第二個階段 南北環基電標部分 我們總長度 20.66公斤 有18個車站 一座機場 我們採購 29列車 那後續 中環擴充的部分 路建全場 13.2公里 一座車站 一座機場 我們採購 29列車 接著包括 機電標的 基本的高高資訊 我們 機電標的工程內容 包含機電系統工程 其中有車輛 除車監控 耗製 我們還有電台 另外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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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機場 都會更多 我們從這 還有製作 周備系統 以及軌道工程 路線 長度 總長 20.9月 法定預算 220次 公行 從開工到 直直完工 彩日預估 2600 1天 我們預定公道的 時間 是 今年 10月 我們已經在今年的8月8號到13號做過公開越南 招標的方式 公開招標 絕標的問題 費額也不要絕標 接著報告廠商資格 廠商資格同樣是分為財力以及實機兩部份 那實機再分為一般實機 實機專業的資機 財力部份 第一 值都資本的 不定義預算金額的資分之一 第二 金塊股資簽證最終一年財報的權力不定義預算金額12分之一 流動資產 不定義 流動負債 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權力的四倍 在實機的部分 我們分等三個部分來 規定 必須要有 一般實機必須要有 具有 製造及組裝結業系統 電源科工程的資機 這是分類科量負債的規定 那他的單字切 結算金額37.220 累計企業結算金額93.01 同樣是得益其成 在單字切的 數量 要11.1.2 累計要20.96.1 也是得益其成 另外我在行車監控的分析是 必須具有 解禮系統號碼工程 其中 單字切完工的結算金額14.12億 累計金額35.31 得益其成 單字切的數量7的客戰 累計7的數量19的客戰 得益其成 在供應的部分 我們也是要求同性質結合系統 供應公司的資機 單字切約金額12.81 累計切約金額32.02億 單字切約數量7的車載 累計切約數量19的車載 這也是得益其成 在專業資機部分 我們要求要有 每列車載的熱量 至少650人的資機 在工程經驗方面 我們要求 要有結合系統 不鏽鋼 破除核心 電源車車體 汗電池 另外要有結合系統 無人駕駛 炮製系統 設計 施工 安裝 特製 另外要有結合系統 直流千里電池系統 設計 施工 安裝 特製 我想 這次廠商資格 基本上我們最後還是 稍稍公報為審 因為這時候也可能還可以做一些 稀微的調整 為了擴大這個競爭的品牌 我們也檢討 採取了九項經濟的作為 分解作為以下 一 主廠商之投標廠商 需同時符合 電池 行程天空 及共鳴系統的特定資格 投標廠商可以單獨投標 也可以共同投標 那製作可以由五家廠商來共同投標 那我們跟我們投標的廠商組合 由預算進入最大的電營車成員為展標 是代表的廠商 我們將第三階段 中環段 納維第二階段 過去擴充 來擴大 我們工程採購的溫度 我們允許環狀線 第一階段系統設備的設計修改 或附加 或自化 我們在工程加募單上 我們正面的系統相容的整合 對 另外我們納入環宇科宅浩子的經濟體騰 一共同投標戰場 浩子系統廠商除可擔任主廠商外 而我們也允許他參與其他共同投標的選擇 我們採中開高標 最有力絕交的方式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作為 能夠擴大公平競爭的平台 來吸引更多優秀的資源 以及浩物的廠商來參與投標 我們希望能夠正面達到 整個系統相容 一顆幾大的要求 台北接應環繞建 北環站地來環竿工程 為首都環繞建重要的環繞 也是國內進行最重大的交通建設計劃 和大福祉跟台北都會區 運輸的服務效能 計劃內閣6的主建區亂標 及基電標即將會去來招掉 主建區亂標的計算 高達670億 基電標的法律計算 高達261億 我們接著歡迎 曾經參與台北檢疫的老夥伴 新朋友 來踴躍地參與投標 讓我們需手 為檢疫建設的值 以上 報告方面 謝謝 接下來是 應該是 座談期間 因為各位市長非常非常重視 我們這些座談期間 所以市長 20分的時候會帶來給我們指導 那市長請提示 我們是 我們可以先來 市長在文中就來 各位對於 對於我們剛剛的 捷運局的報告 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 疑問的地方 也可以提出來 今天 捷運局相關的 工程度也在 我們局長相關的 科士組合都在 歡迎三更多 如果能以利的話 那現在可以提出來 好不好 好 我們就開始 這個 不用客氣 沒有客氣 你認為不合理 或者你什麼地方 應該 可以修正的 這樣的話 可以提出來 我們 我們 要不要 我是欣雅建設代表 這個剛講到地下管線 我想在決定工程裡面 地下管線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追求的執行 那是不是可以在設計階段 就對地下管線做明確的調查 而不要把這個管線的問題丟給施工廠商 那設計階段可以做明確調查呢 而在施工的過程中還會有不明管線的話 是不是能夠放在區域裡面 實做實算的方式的處理 因為地下管線尤其是在人孔跟人孔之間 它的管理有時候它不曾實現 那這個調查的過程呢 在設計階段就把它處理掉 那對於施工會有極大的幫助 這個是我的一點點建議 所以會舉辦參考 我們是逐漫打路嗎 我想各位廠商朋友大家 早安 管線問題一直是我們施工的時候 一直會干擾我們施工的一個重要工作項目 我承認 然後我們在設計階段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做太廣塊調查 我想說施工工就知道 用的管線是要線打挖的時候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在設計階段 道路封起來把威力封起來做全面清調查 然後做現場做看看是要調掛 要一次遷移 臨時遷移或調掛方式 那我們在南北華人說呢 已經有很進步的就是我們了解 過去管線在現場調查出來呢 跟管線單位還要協商 協商它進行設計 購料再來遷移呢 這個相當耗時間 雖然我們已經把所有可能會建議到的管線 我們先跟管線單位已經有做過好幾次協調 我們工程的補助長都率隊跟管線單位有先協調說 後面遇到這案子怎麼處理 甚至我們有些案子都請求他們 先把這個設計組或料來先準備 可以縮短這個施工階段對管線處理的方式 這個您剛才建議的說 如果這一段把管線都調查完成 是不是可以方便時間 我覺得這個呢 應該是還沒辦法 因為您知道 所有的管線資料 什麼時候才能確定 開挖油才知道 我大概答是怎樣 因為我們市長 市長 市長 我先答問一下 台北市現在有盜管中心 其實盜管中心我們本來是二維 就二維的 我們現在把它變成三度空間 我們已經從十五米以上道路開始做了 但是它沒有辦法很準確 就是說當時我們在挖路許可更核發的時候 並沒有對進攻如說的高層做很明確的整個標示 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台灣地區裡面 這個管線線的困難才是第一個 但是我們在台北市區裡面 我們透過挖路許可證的核發 以及每一樣管線要修復的時候的整核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慢慢的就是透過挖路許可證核發完以後 可以使得高層更加準確 但是 我們這個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全部 所以 等於講起來我們的3D管線是2.5 在台北市15米以上大陸可以總達到8% 那今天施空的地點如果是 是在新北市的部分 因為新北市這個部分應該是還沒有那麼完整 但是剛剛你所提出的一個就是說 負民管線的是不是能夠用實際數量去辦理 覺得這個副局長要做一個答案 其實我們施空階段 我們現在的所謂管線的調查跟調化 我們編的單位是兩個 一個是公尺 一個是疑似 公尺就是很明確地要我們用公尺 但是有些小管線呢 我們是用疑似調化網址 那疑似調化呢 在施空階段 這個廠商可以依據你現在做的補充調查 來做這個分檔 所以我想說管線調查部分 因為我們經過很多年了已經有經驗了 這個處理方式絕對會讓廠商滿意 是不是 我們市長來是不是 市長要不要再講一下 講一下話 我們這個連鎮組的長官 黃灘組的葉組長 還有我們台北地方檢查組的 上次要組的檢察官 另外今天有18家的股電廠商 跟17家的基電廠商 還有南國部台北的貿易代表 這個台北捷運是台北很重要的一個自政建設 事實上在整個都市的市政府裡面 交通建設是很基本的 那目前我們在整個交通建設裡面 當然我們總共是公共運輸 那台北市的公共運輸 它最底層就是捷運跟幹線公車 再來才是接駁公車跟計程車 最上面就是U-bike跟步行 因為同時的公共建設 這種公共運輸的設計來看 捷運還是整個我們在設計 都市的交通最主要的部分 那六年前我剛上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當時正在蓋的是 我們的土層線延伸到湖頂 還有一個是環狀縣的一階段 中環狀縣的一階段 還有一個是 我們在台中市長代辦的台中一線 那六年後的今天 土層線延伸到湖頂是環狀的 那捷運的中環狀 一階段 在今年初也順利才通車 那台中立縣 我估計在 因為我跟副市長也視察過 大概沒問題 就等交通貨車存 我想最慢最慢 連立縣是一定可以通車 所以這個 這三個是已經大幅完成 那在我任內開工的就是萬大縣第一型 還有一個是新一中演線 那這個目前都正在始終當中 那今天把大家找來是 我們來看看 我們過去台北市的捷運 它是個無狀式的 如果有個環狀線把它捷運起來 整個這個傳承效果會更好 所以事實上 我們大概在未來15年 我跟他們講過 15年內台北市大概 現在最重要兩個大規模都市建設 一個TOD、一個EOD T就是群立 所以比較容易導向的都市設計 另外一個TOD T是HK選 就是以學校為導向的都市建設 那今天有比較重要的是講 我們講TOD這項 我們目前萬大縣設計 已經合定了 這是551 那環狀線的北環跟南環 這個也合定了 是1369億 然後中環算 大概我們現在在存在等上 是920而已 不過就以我們這個 列為第一優先的環狀線 因為這個中環算已經完成了 像北環、南環跟中環 這三條線加起來 大概總計算是2,291億 大概是2,300億 不過這只有軌道建設 還沒有包括那些聯合開發 所以這單單這一環要做起來 我們現在中環已經完成了 現在把這環全部傳下來 大概是2,300億左右 那如果加上 這個 以車站為中間的小型的都市計畫重生 點而開發 我想這個 超過4,000億應該沒有問題 這相當大數字 所以 今天把大家找 就是說先跟大家試試看看 因為這工程圖 工程圖建加基建 那一個環狀線 就已經2,300億了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有必要 對一個台北市這麼大的建設 要跟大家說明 這樣 那大家也可以開始去準備 另外一下 我們這一次 在做這環狀線 有別以往最大 特別是我們 我們這些車站 所以以車站為中心的 小型都市計畫都會做 都會在中心做 我剛剛講說 大家知道內湖 內湖交通問題 長期被公佈 其實內湖不是交通問題 內湖是都市計畫問題 因為他人口在30年內 從7.5萬變30萬 人口增加10倍 道路面積沒有整備 這表示當時在做內湖的時候 那個長家從900家變3000多家 人口增加4倍 你道路面積沒有整備 所以每天復案人 經濟上傳 再復案人下班 所以一定待得來 所以 但是這樣 20年累積的問題 不要反響 兩天你解決 所以我們這個環狀線 其實 如果這個環狀線可以完成的時候 整個內湖的交通問題 再會徹底改造 所以我們這次 也利用環狀線的設計的時候 不僅在整個捷運的路往的行程 每一個捷運展 它本身就是一個小林的渡足計畫 這個我們也有一個長期的規劃來處理 所以 在未來兩年內 你知道 我們每一個車站都會辦那個地方說明會 所以有什麼要處理的 一定去決定這樣 這樣的話 我們將來就可以 這樣整個台北市的路式計畫 你知道 建構在這個捷運的路往上面 這樣會整個 以交通維寶這樣的路式計畫 才會做得更好的 我們過去在這個站雙子星的時候 那個大概是600億 所以當時就在想說 哇這過去 廢生廢營 所以我們在站雙子星的時候 就在每個站臨政平台 所以我們今天有臨政組的長官出現 從今天開始 環狀線 所有的廢局 所有的都市設計 設計組的一切 我們全部上網公告 那好處就是 大家全部都知道 公開透明 當然我們沒有克服那個申訴專線 所以如果任何抱怨 除了到我們 別一集外 可以直接問 很多市長的辦公室 你對這個有抱怨有什麼 讓我們公開透明 加上申訴專線 這樣 這樣就不會有什麼抵斷 因為過去在雙子星就是用這種制度 所以我們雙子星的順利走到現在 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今天兩個目的 第一 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才覺得一個 兩千三百億的捷運工程 然後我們在未來兩年內 我們會把 以捷運站為中心的小林肚子計畫 一個一個一個都會去整合 所以這有很大的上例在這裡面 第二點 我們整個這個環狀線的進行 如果會比到雙子星跟建基電政平台 把一切公開透明 有問題 我們就來申訴 這樣的話 也可以加速整個行政流程 讓人知道一切可以跟什麼 大概今天的問題是這樣 謝謝大家 我們來談治療 의� quit 各個各個各個 各個個各個 parab者 可惡 我們在來 我們可以做的